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亚洲特快 最近 乌克兰方面的宣称 已经开始使用美国提供的GBU39小口径航空滑航炸弹 也就是SDB弹药 而另一边的俄罗斯也在战场上开始投掷 类似的小型滑航炸弹 那么为什么有了250公斤500公斤 乃至1500公斤和3000公斤的大型航空炸弹 还要这种小型的滑翔炸弹呢 那么滑翔炸弹这种武器 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聊 首先说一下SDB弹药 美国空军在2001年开始了小口径滑翔炸弹项目 那么2005年波音战胜了洛克希德公司 成为SDB项目的主承包商 2006年美国空军宣布SDB炸弹 在F15E战斗机上首先形成了初始战斗力 同年首次开始在实战中使用 不过该型炸弹服役后不久 美国空军就提出 这种炸弹应该具备攻击移动目标的能力 但似乎相关试验并不成功 于是就决定研发第二代小口径滑翔之导炸弹 并为其赋予了风暴破坏者的代号 这就是后来雷翔公司所开发的GBU-53SDB-2 不过这种弹药的研发过程还并不顺利 在造价和性能问题上多次反复 那么最终才在2020年宣布加入服役 目前在俄乌战场上投入使用的是GBU-39 至于美国最新型的SDB-2 目前乌克兰就无福享受了 造价方面 GBU-39的价格约为4万美元 而能够攻击移动目标的GBU-53 就要跪上好几倍 约为22万美元 因此美国空军并不会用SDB-2取代SDB-1 两者是承担不同任务的 其实乌克兰在这次用米格-29投掷GBU-39之前 已经用过这种弹药了 不过不是由飞机投掷了 而是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 也就是火箭发射 小口径划枪炸弹 也就是GLSDB 那么GBU-39作为一种精确制导武器 它的研制初衷是让战斗机 能够一次性携带尽量多的弹药 用于打击各种的战场目标 其制导方式为GPS卫星制导 后来也发展出了激光制导型和反复射型 不过它的反复射型导引头 和通常的反复射导弹不一样 不是用于攻击敌方雷达和通信系统 而是主要用于攻击GPS干扰机 此外在2016年美国空军还提出 要发展具备地形跟踪匹配制导能力的SDB弹药 以便在GPS系统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使用SDB弹药 那么从这个发展的情况 也可以看出反辐射型弹药的发展似乎并不成功 此外SDB炸弹的战斗布也有多种类型 其中最常见的是穿透型 用于攻击敌方的掩体攻势 装药16公斤 能够击穿1米左右的钢筋混凝土 此外还有一种装药62公斤 采用复合材料外壳的高爆破坏型弹药 该弹药的设计上强调减少破片 以控制杀伤范围 当然由于这种弹药爆炸后 几乎没有外壳残留 也适合用来干一些见不得光的行动 可以抵赖 比如说最近据称以色列 就使用了GBO-39袭击了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现场只能找到一些疑似GBO-39唯一组件的残骸 可能就是这种炸弹 至于说SDB-2型 由于主要攻击的是移动目标 当中也包括了主战坦克 因此就使用了巨能成型的药罩 也就是破甲战斗布 当然对于这种几十公斤装药的弹药 谈破甲深度意义就不大了 如果直接命中坦克 它足以破坏坦克的结构 换言之就是炸碎了 巨能装药的主要目的不是形成金属射流 而是将爆炸能量集中到前方 类似于反舰导弹上的巨能装药结构 同时它的战斗布也具有破片杀伤能力 能够同时起到高爆破片杀伤和反坦克的效果 那么围绕SDB炸弹 曾经有一些很搞笑的传闻 比如说早期有人吹嘘 说这个SDB炸弹能够越飞越快 甚至能够达到音速 其射程也足有一百公里之远 当然这其实是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 一个无动力飞行器是没有办法在平飞中加速的 更不可能说达到接近音速的水平 这显然就是在扯淡了 至于SDB炸弹的射程 那么美国空军后来发布的公开数字是40海里 也就是不到80公里 也远比早期吹嘘的100公里要近 不过SDB炸弹确实在飞行性能上 要优于早期的杰达姆这类的滑翔炸弹 这主要得益于它的气动设计 充分考虑了减少阻力 提高存速性能的要求 它的钻石型折叠的弹翼 前缘后略后缘前略 在大幅减少阻力的情况下 能够具备很高的升力 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无人机上 比如说中国的无真7 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正是由于这种升足笔的提高 它飞行中速度降低的 远比杰达姆等 较早期设计的滑翔炸弹要慢 因此在命中目标时的存速 就会比较大 所以就具备了一定的 穿透混凝土攻势的能力 不过后来我们看SDB-2炸弹 为了攻击移动目标 飞行速度就不能那么快 所以就没有采用联翼的设计了 对于现在的乌克兰来说 SDB炸弹带来的一个好处是 它存速能力较强 目前都只能低空投弹 所以滑翔炸弹的射程就要打折扣 无法达到需要万米以上高度 投弹时才能达到的 标称的最大射程 但是SDB因为存速能力较强 因此即使打过折扣以后 仍然具备较大的射程 不至于像杰达姆ER那样 因为射程被削减的非常的严重 简单来说就是 杰达姆ER标称70公里的射程 在低空投掷的情况下 可能就只剩下十几二十公里了 而SDB炸弹 在同样的高度投掷 可能能飞出去个三四十公里 这个差别对于乌克兰空军来说 那可不就是生死存亡的区别吗 相比之下 俄罗斯方面 可以肆无忌惮地 在一万米以上的高度投弹 因此就可以轻松地 让炸弹滑翔出去 几十上百公里 我们知道 滑翔炸弹的特点是 价格低廉 结构简单 射程又远 在常规炸弹的基础上 改造而来的 杰达姆和UMPK系列的炸弹 目前已经成为了上场主力 但是这类弹药的缺点就是 飞行速度非常慢 往往在接近目标时 速度只剩下了一两百公里每小时 此时这些弹药 其实是很容易被击落的 和活塞动力 螺旋桨无人机的速度都差不多 因此实际上还是很容易被击落的 当然了 目前战场上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已经不具备拦截俄军一次投掷的 数十枚攻击波的能力了 所以UMPK炸弹的作战效率就非常高了 但如果对手具备有效的战场防空手段 那么哪怕是数量较多的 猎豹之类的双三五毫米雷达控制的高炮 也能轻松的对付大量的来袭的滑翔炸弹 但SDB炸弹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根据国内的关于SDB清测能力的相关论文认为 其命中目标的末速度应该在200米每秒以上 也就是说其飞行过程中速度损失是非常小的 而且在其弹道末端会采用十分陡峭的飞行弹道 基本上还是垂直下坠 这既是为了提高命中率 同时也是为了利用重力加速度增加命中速度 以达到击穿钢筋混凝土掩体的效果 我们看美国SDB炸弹试验的相关视频 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也意味着它的平飞速度也会在接近200米每秒 也就是约0.6马赫 700公里每小时左右 这样的飞行速度数倍于常规的滑翔炸弹 加上小口径炸弹的尺寸和目标信号也非常小 这就使得拦截它变得更加困难了 当然了 在当年SDB-2炸弹刚出现的时候 国内论坛上也有人大谈 这种东西用来反舰会有多厉害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当代的水面舰艇的防御系统 为了拦截数倍因素的反舰导弹设计的 SDB这类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有多高的图防概率 况且正如我们上面说的 SDB-2为了攻击移动目标 在飞行速度上要比SDB慢 所以拦截就更容易了 应该说几年前的实战也证实了这一点 以色列就曾使用SDB炸弹 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结果被铠甲SE防空系统击落了不少 不过陆战环境它远比海战要复杂 地面杂波空中情报等等都是如此 这就导致如果大量投掷的话 仍然可能有漏网之于成功突破防御 上面提到的以色列攻击叙利亚的战力中 铠甲SE也未能击落全部的来袭SDB炸弹 这就显示出了俄罗斯在技术上 相比美国仍然是存在劣势的 当然了俄罗斯针对叙利亚的实战效果 也决定将其地面防空系统升级 使用装备相控阵雷达的铠甲SM 只是到乌克兰开始开战的时候 这个换装尚未完成 目前实际情况就更不清楚了 而更重要的是对付SDB弹药 需要多层的拦截能力 以尽量的减少其突防概率 这就需要配置中程短程的防空导弹 以及高炮互相配合 尽管理论上更加先进的防空系统 能够有效的对抗SDB 但问题是这也就意味着 拦截滑翔炸弹需要投入的 和对付低空战斗机 是同等档次的防空系统 这对于防御一方来说 至少也是提高了成本 那对于进攻一方来说 那自然就不亏嘛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 也已经投入了类似SDB的新型弹药 这也说明这类小型滑翔炸弹 虽然不是用来取代大型滑翔炸弹的 但确实是滑翔炸弹 这种武器的发展方向 对于我国来说 其实类似SDB的弹药 也很早就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从中央航展上 多种多样的类似武器 大家就可以略见一般 其中一种与美国SDB2类似的弹药 据称已经成为 歼20的标准对地攻击武器了 至于说类似SDB的其他弹药 航天科技 航天科工和兵工集团 也各自都有展示 可以说从技术上来说 SDB已经称为滑翔炸弹 找到了一条未来的道路 就是提高突防能力 增强针对特定类型目标的打击效能 那么在这个思路上来说 我们可以想到几点 首先就是 针对低空环境下 使用滑翔炸弹的需求 可以给滑翔炸弹 安装小型发动机 如果说小型涡轮发动机 还是太贵了 甚至可以采用火箭发动机 运用能量管理的概念 只要几次短时间的工作 就可以将炸弹的滑翔速度 大幅度的提升了 此外 小型滑翔炸弹 也可以和无人机结合 因为现在的战场环境下 就很难指望长航时的大型无人机 靠近到敌人目标附近 从容的发射导弹 如果要在更远的距离上 攻击敌人的目标 那么小型的滑翔炸弹 可能是更加合理的一个选择了 当然了 由于长航时的无人机 飞行速度比较慢 那么这种滑翔炸弹 可能也需要加装 火箭助推契 用于提高速度 其实我们上次介绍 俄罗斯UMPK炸弹的视频中 就提到过 滑翔炸弹的概念 早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 就是精度之大太差 不具备实战价值 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下 电子设备非常便宜了 廉价的精神指导能力的出现 就使得滑翔炸弹获得了新生 目前来说 我们还没有看到 我军战斗机携带 使用卫星制导滑翔炸弹的相关视频 这主要可能是我军 对于刚刚完成足往几年的 北斗系统的实战可靠性 尚存疑虑 但是随着北斗系统卫星的进一步增加 以及现代战场环境的实际需要 相信我们也很快就会看到 解放军的战斗机 携带卫星制导滑翔炸弹 进行演续的场面了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咱们下回再见